中共福建號6月11日完成第二次海事 返回江南造船場碼頭 福建號是共軍第一艘配備電磁彈射系統的航母 黨媒宣稱 福建號可與世界最先進航母媲美 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母是美國的福特號航母 該航母擁有先進新技術 包括與尼米茲級航母相比近三倍的電力 並使用電磁發射系統 中華亞太經營交流協會秘書長王智盛指出 雖然福建號配備電磁彈射系統 但還是使用傳統的動力 和美國的福特號差距很大 其實不只是美國最新一代航母的福特號 是核動力的航母 美國到現在為止 目前部署在全球的航母 全部都是核動力航母 中國到現在為止的三艘航母 包括現在才剛下水試行的福建號 三艘都是傳統的柴油動力航母 這一點的差異其實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因為我們要知道核動力航母它等於可以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來源 讓這個航母真的實現說它在全世界可以尋益打擊的戰略規劃 但是柴油動力航母就沒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它一定要補充油料 福特號航母排水量約為10萬噸核動力 福建號是8萬噸級的航母 但目前中共仍無法製造搭配航母的核子主機 傳統的鍋爐燒重油發電的動力系統是否能支撐增加的艦載機 人員 能量消耗 進行高強度作戰還是問號? 福建號的第二次海事並沒有艦載機起降的科目 之前遼寧號和山東號的主力艦載機殲-15都是滑躍起飛的 軍事頻道馬克時空主持人馬克指出 航母真正的戰鬥力實際上都在艦載機上 而艦載機又是中共的一大軟肋 即便和福特號同樣電磁彈射系統 飛機彈射升空的速度也非常關鍵 目前看起來 披露的速度 普特號航母的電子彈射的速度 大概是每15到20秒可以彈射一台飛機出去 那福建號目前我們看不到相關的數據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第三個 我覺得兩者之間還有一個差異 中國現在殲-20 我們根本沒有看過實機的運作 那殲-20以下的這些戰鬥機的能力 在空中纏鬥跟美國的F-18S2到35 究竟能有多少的對抗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這差距是極大落差 福特號航母在今年初結束了長達8個月的海上巡役 期間創下多項美國海軍的歷史記錄 而中共航母幾乎只在近海航行 很少冒險越過第一島鏈 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的國際安全項目主任薩姆羅格文認為 中共海軍沒有與美國海軍匹敵的底層支持系統 沒有像美國那樣龐大的全球港口和基地網路 航母可以在那裡補給 船員可以在那裡休息